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我们凡夫到成佛分成了十大科 那么这个十科我们等于是分成了三个主题来讲解说明 那么第一个主题就是圣身见 第二个是广大行 第三个是究竟果 三个主题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一个主题叫圣身见 那么我们在搜寻佛法的时候 应该要先建立两种的大寸的证件 第一个就是所之一 就是你要先了解生命的根源在哪 那么什么叫生命的根源呢 简单的说就是你要了解生从何来死将何去 就是说当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生命是从哪里而来 那么当我们死亡的时候 我们生命又将从何而去 你必须把那个生命的根源找到 这个根源古德经常会说 把心带回家 就是你要修行 你要先认识你的家在哪里 那么当然这个家 在本论当中有两个家了 一个是一个暂时的家 就是阿拉耶士 阿拉耶士呢 这个家 它是经过长时间的流转 我们很多的业力的欣喜 产生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业力 很多苦恼的果报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依止的家 那么但是这个家在本论当中 它是把它当作生灭的 它是暂时的家 那么我们有另外一个是永恒常住的家 就是我们的亲近本性 也就是我们说的大言尽致 这当中有很多亲近庄严的功德 所以说呢 把心带回家 就是说呢 整个修行就是 把我们现前这种生灭的一个家 苦恼的家 把它带回到一个长久安乐的家 所以所知一这一科当中 等于是说明 你整个修行的旗袍点在哪里 阿拉耶士 你必须依止你现在的心来修行 你必须面对你无始节所欣喜的烦恼障业障暴障 每一个人不同 但是你要去承担 从这个阿拉耶士开始起修 那么你必须了解你这个起跑点 第二个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大言尽致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所以这个所知一啊 就是先了解我们生命的根源 一个是扎然的根源 一个是亲近的根源 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大科的主题 那么当我们知道这整个生命的根源以后 我们要知道第二个所知相 就是生命的相貌 那么这个地方的相貌是从阿拉耶士 从扎然的我们现前的这个家 所变现的一个生命相貌 那么我们现在所依止的是阿拉耶士 那么阿拉耶士 他每一个念头一动 就会产生很多生命的相貌 这个相貌有三个相貌 本论当中讲到生命的相貌 有因他起相 遍体所知相跟言尘死相 简单的说就是因言 妄想空性 我们的生命就三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本质是空的 但是你动一个妄想 他就会有业力 就会创造一个因言 可能是快乐的因言 也可能是痛苦的因言 那么我们面对这个因言的时候 又动了一个妄想 又变成一个妄想 妄想又创造因言 因言又带动了妄想 就是在因言跟妄想当中的交互作用 使令我们的生命 就永远没办法飞加了 阿拉耶士 辗转相续 生死流转 而这个所知相就是告诉你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 就是从因言跟妄想的交互作用相貌 那么这两个都是你在修学大圣佛法之前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你应该断的 妄想是该断的 什么是该保留的 因言该保留 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 什么是所断 什么是所正 那么这个就是所知相了 那么这第三颗以后到三四五六七八 总共六颗讲广大型 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要真正的要把心带回家 把一个杂染的家换成一个亲近的家 那么这个以三以后呢就是讲到 有六颗讲到修行的方法 前面是讲理论 那么我们看这个修行的第一颗 也就是全部的第三颗 入所知相分 那么这个入 我们今天解释这个入 这个入就是弃入 弃入呢在本论当中呢 有潜入生的有两个内涵 第一个是误入 第二个是正入 这个误入啊 就是假借文字思维观察 我们刚开始在观察这个生命相貌的时候 必须要假借文字 就是我们这念心跟真理啊 不能完全弃入 要有这个文字来做一个引导 或者说文字来当做一个桥梁 才能够去思维真理 这叫误入 那么第二个叫正入 治理一如 平等不恶 那么当我们的观照的智慧跟生理 已经完全是一如 不必假借文字 就能够完全弃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再假借文字了 叫治理一如 平等不恶 这个叫正入 也就是说这个误入是属于资粮跟家行位 两种阶位 那么这个正入呢 就是通达位 休息位跟救济位 那么总共有五个方法 有五个阶位都是可以契入所致相分 就是可以契入生命的真理 有五种的阶位 就叫做入 那么在当中有两大科 那么在当中有两大科 一节前问后 二标示正答 好 先看一个问 如是以说所之下 那么我另外有一个选择是一个安乐的亲近家 那问题是这两个家有距离的 有很大的距离 那么我应该怎么把这个杂轮的家 把它转换成亲近的家 那么这个方法应该如何了之呢 迎合而迎见 提出这个问 那么这以下呢 这整一大 整科啊 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这一科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看秉二的标示正答 这当中有长行跟寄宋 先看长行 长行当中分成三科 一举人入室 二缩入室 第三宣观差别 这一大科的三个科啊 我要说明一下 这三个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误入所之下啊 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 举人入室 先说明这个 能够观察的智慧 就是你观察真理 你是一直什么样的智慧来观察 能够误入的这个心事 这个室就是智慧的智体 好 第二个 说入室地 那么这个智慧 从浅入深 它有什么样的次第 这说明它的一个浅身次第 第三个 现观差别 那么当这个智慧现前的时候 大小乘的子观 到底有什么差别 或者说大小乘的空观 它们的差别点在哪里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有三个主题要研究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己能入室先说明大乘子观 他所依止的智慧 他的智体是什么 那么我们看这个出室体 再说明能入 先看出室体 看诺文 多闻心习所依 非阿拉耶士所舍 如阿拉耶士成种子 如理作义所舍 事法事宜而生 事所取事 有见一眼 那么我们一个人 内心当中能够产生观照 这当中的观照字体 有两个因素所成就 第一个多闻心习 那么我们在内心的妄想当中 要不断的听闻大乘的法义 这个地方的大乘法义 特别指的是诸法三字相的道理 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片记本空 依他如泛的这个道理 要不断的长时间的听闻 那么依此这个听闻 它产生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呢 非阿拉耶士所舍舍 我们应该知道 阿拉耶士是一个 我们不喜欢的家 我们不得已不得不 不面对的一个阿拉耶士 阿拉耶士 他的一个相貌 就是一个自我意识 一个大我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起心动念 都是从自我意识发动出来 以自我为中心 来做种种的思想 做种种的行为 就是我们爱着自我 所以我们看平常我们日常生活 你对你自己的标准 跟对别人的标准是完全不同 两桶标准 我们对自己是比较袒护的 这个事情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找很多理由来加以修饰 包容 但是这个事情出现在别人身上 我们就用比较严格的标准 来加以喝酒 这个就是阿拉耶士的相貌 但是我们听闻佛法产生的这个智慧 他不是阿拉耶士所收射 他不是杂染性的 他是一个平等法界相应的一种亲近的体系 所以他本身不是阿拉耶士的杂染所收射 他是亲近所收射 如阿拉耶士成种子 那么他的体系不是阿拉耶士 但是他必须要在阿拉耶士当中而成就一个亲近的宗旨 也就是说他本身要依使阿拉耶士而住 但是他又能够对视阿拉耶士 就是你这个听闻大圣佛法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智慧 他产生的时候是住在阿拉耶士当中 但是他的光明会对视阿拉耶士的黑暗 就是这个道理 非阿拉耶士所射 但是如阿拉耶士成种子 这个是我们产生大乘子观智慧的第一个条件 多闻心形 第二个 如理作义所圣 那么这个如理这个如者随顺 就是我们在听闻佛法以后 要找一个空闲的时间 随顺以所听的道理 一次一次的去思维观察 这个作义就是思维观察 这个道理真理越变越明 你一次一次的观察 这个真理的力量在你的心中就一次一次的加强 那么这个如理作义 那时候我其实内心当中啊 随顺真理去观察 这样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呢 这一下说明把这个如理作义的相貌 这一下把它开展出来 四法四义而生 四所起向有见一眼 就是什么叫如理作义呢 四法四义而生 那么当我们根据佛法的文字去思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法跟义 刚开始依止法 说因言所生法 我说即时空 这个法有十个字在心中出现 这个法就是能全 就是这个佛陀所诠释人权的这个清净的佛法 那么我们内心当中 根据这十个字的法开始思维观察 就会产生所诠释的意义就出现 那么这个法跟义 虽然都不是真实的法跟义 但是已经是相似 或者讲随顺 你内心当中会出现一个 相似而随顺的法义出现 那么这种情况呢 可不可以讲出一个辟语呢 事所取相 就好像我们平常啊 去对一个不知道的事情去了知啊 去取这个相的情况是一样 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 我一生当中都没有看过大象 那怎么办呢 试法 试意而生 我可以去买大象的照片 买大象 对这个对大象的 它的功能的一个文字的简介 我根据这个照片 根据文字的简介的描述啊 我对大象就有一个相似的了解 相似的了解 虽然跟大象的真实本质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已经有相似的了解 已经有产生一种 对大象的一种相似的作用 就是事所取相 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去学习 世俗的事物一样 那么经过我们在心中的如理作意啊 内心会产生一种功德下 这就要把内心的功德说明了 说你多闻心习如理思维 那有什么结果呢 有见意言 刚开始会产生一个亲近的意言 这个意言就是思想 产生一种亲近而正确的心思想 那么这个思想再加以的不断的不断的篡袭啊 就产生一种大乘的政见 所以这个思想是 刚开始比较不坚固叫思想 当这个思想坚固了就变成知见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修习大圣子观啊 或者想修习为世子观啊 他的一个智慧的智体的生起的因言 这个地方他的主要的宗旨是说 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啊 有人过得很痛苦 有的人过得很快乐 的确有差别 当然这个快乐跟痛苦啊 都不是自然产生的 就是我们的行为有 每一个人的业力 是行为有差别 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行为呢 因为你有不同的思想 就这个思想啊 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者 你有这种思想 你就会有这种命令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一个浅的例子 我们每一个人在 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都会遇到逆境 没有一个人没有逆境 那么遇到逆境呢 我们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思想 有一种人遇到逆境 我逃避放弃 另外一种人 另外一种人他的思想是 遇到逆境 我一定要克服他 把他当作所缘境 安忍不动 一定要把逆境克服 那么这两种思想会创造成 两种不同的命运出现 如果你是第一种人 你遇到逆境就想逃避的 我敢保证 你回顾你过去的生命当中 你很多事情都是半途而会 很多事情 你都有希望成功 但是你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 因为你对于逆境 产生错误的思想 你认为对付逆境 最好的方法是逃避 我在这个道场住 住了一年两年三年 一道逆境 我不住了 不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但是问题是 你那个思想还在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逆境又出现了 你又不住了 那么你修行一个法门 一道障碍 这个法门不修了 你回顾你无量的生命 你的生命都是片段 破碎的生命 没有一个功德是圆满 当然你要不这样子 你不扭转你的思想 你的生命就是 历史不断的重演 所以你认为说 这个人为什么 他能够成功这么大的功德 他就是一个有好的思想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觉 改造生命 它的根源 就是你先扭转 你一个错误的思想 所以我们说忏悔 罪同心体将心灿 心若灭死罪欲亡 你不改造思想 你只是把这个行为压住 压住 你的思想还在 意尽逢言 照样你去照应 照样 所以他这个指观 就是在扭转你错误的思想 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 有一个小孩子 他很喜欢吃蜂蜜 小孩子喜欢追求安乐 喜欢甜蜜 这可以理解 但是他总是认为 最好的蜂蜜在厨房 尤其是那个刀上的蜂蜜 他看到那个刀上的蜂蜜 就去舔那个刀上的蜂蜜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吃房这个蜂蜜以后 满嘴都是伤害 他以为说要吃蜂蜜 就一定要付出这种代价 他的思想 时间久了变成失见 他一想到吃蜂蜜 就跑到厨房去 把那个刀子的蜂蜜 拿来舔一舔 结果又是满嘴的伤 那么当然他的思想不改变 他的行为也就不能改变 命运也就没有改变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大人出现了 菩萨大人出现 你想吃蜂蜜是可以理解 客厅的蜂蜜你不吃 客厅的蜂蜜没有刀 你一定要跑到厨房去吃蜂蜜 对哦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选择 我到客厅里面 吃那个瓶中的蜂蜜 没有过失 他改变他的思想 他开始 放弃厨房刀伤的蜂蜜 追求客厅的蜂蜜 他的思想改变 他的生命开始改变 就是我们追求安乐 我们不一定要追求无一的安乐 我们有追求圣道 没有过失的安乐 所以 其实我们很多的思想 都是从学习佛法开始导正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你的命运就在导正思想当中 已经凯生流转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会问 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 两种因言 第一个多闻心习 第二个如理若语 你接受了这个教法的心习 第二个你根据这个教法不断的思维 产生坚定的理解 由理解产生思想跟知识 这个就是我们修习大乘子观的一个智慧的字体 这一段是一个下面所有文的一个总标 一个总标 下面的文章都是把这个思想在 这个观念才开展出来 就是这个智慧的字体 我们看几二 成人入 那么这个智慧 它是可以误入真理 但是误入真理要有很多条件 除了这个多闻心习跟如理作义的一个大言则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助言 这一下就说明了 这个智慧要误入真理的一个成就的因言 这当中有三段 一 人入人 二 人入处 第三 人入的一 我们先说明人 看一个问 始终谁能误入索音之下 就是说这个大乘的佛法的多闻心习如理作义啊 是谁能够去接受这样的心习 接受这样的作义呢 是谁 也就是说 唯事中把这个众生分成了五种种性 到底是人天种性 或者是二称种性 或者菩萨种性 是谁有资格去成就这个大乘的智慧 问这个人修行的人是谁 听这个问 我们看回答 那么回答当中呢 有四段 我们再来说明 大乘多闻 亲习相续 以德奉事 无量诸佛出血一事 以德一向决定圣洁 以善积极善根故 善被福祉 知了菩萨 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菩萨 才能够有资格成就这个大乘子观的智体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成就大乘子观的智体啊 这种智慧的智体啊 有四种因言 第一个是内因力 内在的内 因果的内因力 什么叫内因力呢 大乘多闻亲习相续 就是说你在你的生命当中 要相续的 不间断的 听闻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的心习啊 要拆别是不容易的 不是你是听了三天两天的 要不断的 重复的去心习 那么从心习当中呢 产生一种大乘的信节 信心跟理解 然后由信节当中呢 发起菩提心 所以这一科啊 强调就是 你从听闻佛法当中 深洁的无上佛际系 所以是一个成佛的正因 叫内因力 这个天心佛祂把这个 判作内因力 第二个 善有力 就是善知识的色授 以得逢是无量诸佛 出现一世 那么你在生命当中 要经常的意到佛陀 或者广义来说呢 意到能够红圈 教导大乘佛法的善知识 那么这个善知识 有开导佛法跟纠正过失 两个优点 你不明白道理 他告诉你道理 那么他陪着你成长啊 你有过错 他随时的纠正你 人都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气 所以这个善知识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扮演的一个辗转相见 相较忏悔的重要的角色 就是修行一定要有 同参道有 来自于大乘的善知识的色授 第三 以德一向决定圣洁 以善积极义处三根故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你要不断的修习大乘的止观 这个圣洁啊 就是你对这个大乘的空性能 大乘的空观啊 简单的说是 骗祭本空依他如患 这两个主题 我们到下一段再说 那么这个骗祭本空依他如患啊 这个观念呢 你对这样的一个理解啊 要产生一个什么相貌呢 一向决定 就是信心记足 无有疑惑 没有任何的疑惑 这叫一向决定 任何人跟你做任何的 邪知邪见的散播 你都不为所动 为什么呢 以善积极以诸三根故 因为你已经长时间的听闻啊 而且不断的受受的思维观察 已经产生了一向决定的圣洁 这个叫做作义力 作义力 你心中不断的如理作义 第四个资良力 善被扶持资良不少 这个地方的资良是偏重在福德资良 我们如果是修习小乘法 这个福德资良所扮演的角色 就不是这么重要 因为小乘法它偏重处理性 所以它这个福报不是非常重要 但是你要修习大乘佛法 你没有这个福报力啊 那你简直是入道多辛苦了 荣书菩萨在大制度论上说 一个大乘的行者 如果福报太少啊 很容易生起邪见 为什么呢 他解释说 因为你福报不计足啊 你就很容易遇到恶之事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善之事 有恶之事 你就很自然的遇到恶之事 那么生起邪见 所以这个福报力是非常重要 它有保护你这个大乘善根的作用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 人修行的这个人 就是有四种阴眼 这个四种阴眼啊 它后面是把它列作大乘善根 其实这四种阴眼 我们可以把它会归成两种阴眼 一个是菩提心 一个是空正见 大乘两种善根 那怎么说呢 大乘多闻心情相续 当然这个是主要的因 菩提心 那么后面三个 善有力 作义力 跟治疗力 其实主要是空正见 就是这个作义力 因为你的善之事 你的福报 都是在帮助你的空正见 所以在整个大乘的止观当中 你所依止的善根 有两个 你为什么有资格 修大乘止观呢 你因为你有空正见 跟菩提心 你就有资格能够去成就大乘止观的智慧的智体 这个四种善根 可以溃溃成两种善根 看根额的 人入的处所 这当中有一个问答 我们看问的地方 何处人入 前面我们是讲到这个人入的智慧 所谓的多闻心 喜如礼作意 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记住了 菩提心跟空正见 他已经有人误入 忠道实相的条件 但是这个忠道实相 一切法 既空既假既忠 那是一个不失意境 不能够心思口疑 你连碰都不能碰 古人说动念极乖 开口变错 那么你说不失意境 那你怎么误入呢 这个房子是很安乐 很庄严 那么这个房子怎么进来呢 你总得有一个入的门 有方便法门才可以 那么忠道实相也是这样 它是不失意境 但是不失意境 它总是有一个进去的门吧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门找出来 在这个言容无外的 不失意的忠道实相当中 到底进去这个忠道实相的门在哪里 何处人入 问这个门在哪里 提出这个问题 卡贝达 彪裂处位 似其形象 先看彪裂处位 为其笔 有见是法事意意言 大乘法相等 所生起圣解行地 见地修道 就进道中 那么 这个地方的说明是说 这个误入中道实相的门 为其以笔 这个笔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大乘佛法 生起一种见 这是一个如实的观照的智慧 那么在观照当中 产生一种 是法事意的 名言 就是依教起观 那么这个是法事意的名言 我们说明一下 大乘的中道实相 是不带明言 我们讲离言真如 真实的真如的道理 是离言说相 开口变错 动念极怪 说不得 那么说不得 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的入门 一定要说得 一定要待向观空 就是刚开始的入门的处所 是要假借明言来修观 所以讲作 依比这个知见 生起如法 事法事意的一个明言 就是待向观空 就是你刚开始先从有分别为门 慢慢慢慢进去以后 变成无分别 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从这个 事法事意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观察 那么观察大乘法相 升起了一个圣解形地 圣解形地是知良位 家行位 到见到位的出地 那么修道是从二地到十地 到最后的究竟的佛果 所以说这个 成佛的心 佛的心跟真理相应的时候 使一切法如 如如智造 如如理 如如理又起如如智 所以这个智理是一如的 是不能有任何的 以言文字夹在这个中间的 不可以的 但是在圣解形地 见到位 修到位 都是要假借文字 这都是一个门 标略出位 看我们看任何的四级形象 那么这个门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呢 一切法 唯有四信 谁闻圣解雇 如理通达雇 至一切藏雇 以一切藏雇 那么 如理思维 到底是思维什么道理呢 简单地说 就是思维 一切法唯有四信 就是观察 这一切法 都是你一念心事 所变现出来 离开的心事 没有扫法可得 一切法 没有真实的我 真实的法 就是一念的心 在那个地方流动 然后变现一切法 变现一切法 要起妄想 因言妄想 妄想因言 那么这个产生 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差别 在当中 我不可得法不可得 那么这样子 从这样的一个思维当中 随闻圣解雇 随闻圣解雇 就是成就 知良位加行位 外凡知良 内凡加行 如理通达雇 到见到位 到至一切藏雇 这个智慧强了以后 开始破除烦恼所知恶障 到了修道位 到离一切藏雇 到究竟位 好 这个地方 讲到这个 误入的处所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到底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修行是要 分别 还是不分别 这是一个 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事情是 应该这样解释了 我们的目标 是不分别 当真理 真实出现的时候 是不能分别 但是过程 是一定要分别 你过程没有分别 来用文字的引导 来修正你的思想 那你就不能 误入真理了 那么这个分别 要怎么分别呢 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分别的方法 这个地方的方法 是讲这个形象 就是一切法 唯有事行 这个大乘子观 跟小乘子观的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小乘子观 他的空 是对外境的 全盘的否定 他就从无常下走 反正你一切法 被他无常一关照以后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这所有东西都消灭掉 没有价值 所以这个小乘的空观 是 他的所对的境界 是五印诸法 整个五印 是被他的空观 一对之了以后 全部消灭掉 大乘佛法的空观 是遍迹本空 依他如幻 他是保留外在的阴言 这个阴言依他如幻 如幻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去动他 你知道他是生灭下 但是你不能去破坏他 那么你要破坏谁呢 所以大乘的空观 他所对峙的是 你心中的遍迹子 你心中的名言望向 这个遍迹本空啊 这一句话的一个意境啊 简单的说啊 就是保持内心的平等 就是遍迹本空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对我很好 当你动这个电头的时候 你心开始不平等 你应该说 这个时候你马上关照 这个人对你很好 你已经落入了不平等 不平等就是说 你已经在开始造业 这个生死业力开始启动 就是说 你要把它不平等 调成平等 你应该说啊 这个人对你 没有很好 也没有很坏 你的心就平等 所以你在修遍迹本空的时候 你的心中的名言啊 你记得一句话 多用否定的话 少用肯定的话 如果诸位你去读过大波雷经 你会发觉 佛陀在大波雷经里面啊 很少用肯定的话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真不减 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否定 你要注意 你否定不能否定 但方面 要两方面都否定 诶 这个事情对我有好处 诶 你开始不平等 开始对视 其实这件事情对我啊 没有好处 也没有坏处 你的心平等 就是眼一两边 所以你每一件事情 你都用 不是这个 不是那个 你的心啊 主在平等 所以在修遍迹本空的时候 诸位要知道 你刚开始修大政宫观的时候 你尽量少用肯定的字眼 那么用否定两边的字眼 你不能否定一边 因为否定一边 一高一低 也不平等 所以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 他刚开始在修观的时候 是先破对外境的识取 破所取向 就是对外境保持平等 然后再对对视 能分别的心 因为这个 外境是对我们比较疏远啊 所以我们比较好对视 先刚开始先对视 对外境的不平等 然后再对内心自我的不平等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一切法唯有视心 这个地方就是 把我们这种有所得的 不平等的心啊 把它带入到一种平等的 一真法界的不恶法不去 一切法唯有视心 进入到平等的严惩视心 那么依此这个平等观呢 随闻圣解故 如理通达故 致一切藏故 立一切藏故 这个就是一个 修行大乘旨观的一个 整个过程 我们在修行大乘旨观 我们说过 整个大乘旨观 它很强调一种内心 内在的改造 它不改变外境 外境完全不动 因为依他如幻 一切法它有它的背后的因缘 你知道就好 但是它是让自己 用平等心来面对 我们这个 我们看这个黄河 中国的黄河泛滥 一直是我们一个 中国很大的天灾 你看这个黄河一出动的时候 生命财产的破坏 所以这个赤黄河永远是 历代的君王一个重要的政策 刚开始是大禹的父亲 叫滚去治水 他用围堵的方式 你会患难 我就做很多的提堂 来阻挡你 结果 这个水啊 你不要看到 看似柔弱 其实坚强 你看它很柔弱 但是它一发寒的时候 再大的提堂都不要冲破 就失败了 结果大禹就很有聪明 这个水你不能跟它硬打 疏导 把它疏导到一个干旱的地方灌溉良天 你看不但没有坏处 还有好处 其实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你看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看似柔弱 你看它样子好像很柔弱 但是它要横起来的时候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所以你说对心 你能够硬压 像外道 无想定 其实你这个无想 完全把这个心的功能 思想全部压住 这不是好不好 来生更严重 所以说 主要知道 大圣的指观 就是说你很勇敢的面对你内心里面错误的思想 然后用佛法的文字 慢慢的把它教你导正 不要去压你错误的思想 我错误的思想来 我就练佛 当然这是一个刚开始的方法 我错误的思想来 我去拜佛 对刚开始我们不一定要跟他硬碰 但是你要慢慢培养一套方法 来疏导你这个错误的事情 就是 骗其本空 就是用 否定的延迟 来把你的思想 永远保持在平等 使你离开 好坏得失的一个对立 其实这个好坏得失 都是你自己的概念创造出来的 事件上的事情哪有好坏 事件上的事情就是 依他如坏 他就是随顺很多的业力 显现很多的影像 然后一直一直的过去 一直一直的过去 那是我们在过程当中 说这个是好 这个是坏 又去产生很多很多的业力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要让内心保持平等 这就是所谓的一切法唯有事情 这是整个大圣旨观的相貌 好 我们休息时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